各位好 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习近能源中心的薛康林 在这个DB8这个模组电网及除电电池简介里面 那这个第五个单元是除电电池 实物运作案例与职能平衡分析 这边呢这个小节是跟各位介绍电动车与除灯之间的关系 那在这边呢我们先介绍一下电动车它的种类 这个电动车呢大概基本上可以分成 第一个就是纯的电动车完全是用电池来驱动的电动车 第二个是Hybrid是油电混合 也就是内燃机跟电池搭配的这种油电混合 那第三种呢Hybrid也是混合的混合动力 但是这个是电池跟燃料电池混合的 有这三种不同的电动车 现在已经在市面上在销售 那第一个电动车的话 它直接是用纯电池 那纯电池它的电力呢 直接给马达然后传到机械能这样子 那这个典型的代表就是Tesla 大家都听过 那这个它的运作的时候呢 基本上来讲它对环境就比较没有污染在这边 它没有任何的排放 当然有人会诟病说它这个电池的电力实际上是从市电来 那市电还是从整个呢 还是从烧煤的电厂火力发电厂来的 所以它的能源的来源还是照样会那个比较污染 但是它在都市里面用这电动车的话呢 这个都市的那个废气 污染物呢 霧霾呢 就减少很多 那虽然电厂那边会产生 但是电厂它集中的发电的时候呢 它可以比较能够处理这个污染的问题 在这边 不像车子 每一个小小的内燃机在燃烧的话 那这个污染它就比较不容易处理这样子 当然未来的话 这个电厂如果说是慢慢取代 变成风力发电 太阳光电 而没有火力发电的话 那它的来源也变得很干净 在这个地方 那它本身来讲的话呢 它的能源使用效率呢 就高很多 因为在尤其在都市里面 它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任何的出力 那当然内燃机的话 它就通常都很少人说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那个会把引擎关掉 因为引擎关掉 这样开开关关 对本身的引擎和电池都不好 所以通常来讲呢 都市的话呢 它的内燃机的话 它的效率就很差 但对电池来讲 它比较不太会受影响 当然它的加速减速 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另外的话呢 是马达的话 用电动车的话 马达它本身呢 在不同的转速下 它力距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可以不要用到变速箱 不像说内燃机 它用引擎的话呢 它需要从一档 二档三档这样子呢 随着这车速呢 它要变化档速 那变速箱本身也会吃掉一些 那个能耗在这个地方 那这是它其实是 它的一些优点在这个地方 那它缺点呢 目前来讲 它的缺点是 电池本身是稍微贵一点 比内燃机 另外的话呢 是 它的航程来讲的话 也是稍微低一点 现在大概是两三百公里 这样走 跟内燃机四百公里来比 还是略微低一些 那但是呢 还有 这个航程上面 它能量密度 比汽油来讲是低一些 那但是呢 它的能源转化效率 比内燃机高 所以这一点来补充它 来弥补它的 能量密度稍微低一些 它比较大的问题是 充电 因为电池充电来讲 基本上各位都知道 电池你希望它慢慢的充的话 对电池寿命 它的除电量会比较有帮助 你越慢充 它除电量可以存得越多 那寿命也会越长 但是通常来讲 不太可能说 那跑到一个充电站 等个四五个小时 等电池充饱 所以说它这个发展出一个快充 大概是半小时之内 就可以充到百分之七十八十 但这样子的话 我个人觉得 会对电池的效率 和充饱的那个程度 还有它的寿命呢 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油电混合车 这个是早在1990年的时候 就日本的Prius呢 他们就在加州 已经就推出这种油电混合车 那这个的话呢 它等于是 主要还是 当然是汽油送到引擎里面 来带动这个 但是这边呢 它也配备 一部分 蛮大的一部分的电池电力 来做补助这引擎 引擎等于是说 一部分动力 当它加速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由电池来处理呢 来帮助车子加速 那车子在减速的时候 额外的这个动能呢 就由这个地方呢 变成发电机 对电池充电 所以说就算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这引擎可能还在运转 但是说产生的这动力呢 其实是对电池充电 那你在加速的时候 电池又帮助引擎 所以这样子的话 它的汽油的消耗量呢 就比纯汽油的车子呢 大概少了一半 大概50%都不到 所以它的那个能源 使用效率呢 就高很多 那相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呢 也比较少 那另外一种呢 是现在最近开始 慢慢也是Toyota 他们开始首先发 开始销售的 那这个是Mira这种 这种车型 在2015年开始正式销售 那这个的话呢 它不用引擎 这个电池还是跟发动机 马达搭配 那这个地方呢 它有氢气 它不用汽油 那这个透过燃料电池呢 带动这个马达 那个传动这样子 就像电动车一样 但是这边呢 等于算是一个充电器 这个氢气呢 不断给燃料电池 它发电 发电以后对电池充电 或是带动这个车子 那它所产生的 没有二氧化碳排放 只有水 那氢气的来源的话呢 那短时间 当然是从石化原料 这边进来 它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长时间来讲的话呢 其实是希望说 它是有太阳光电 风力发电 多余的电力呢 直接把海水 里面的电解产清 那这个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来讲 能源的起源呢 也比较干净一些 这样子 也就慢慢摆脱 石化能源的依靠 那这种的 它的好处是说 目前来讲 这个 它为什么这个 具有一些竞争力呢 因为这个电池充电 它的时间要很长 那氢气的话 就像加汽油一样 它大概在一两分钟 再加满 现在的航程呢 大概也到400公里 甚至到800公里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蛮具有吸引力的 现在的问题是 加进站的设置 比较不容易 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推展 这个加进站设立 这样子 那但是同时呢 这个充电站呢 其实它设置的还蛮快的 那这边呢 我们就比较一下 这是Toyota的燃料电子车 跟Tesla的Model S电动车 这个大概的比较 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看 这个网页上YouTube的一些介绍 在这边 Toyota燃料电子车 是Mira这个呢 2015年初问世的话呢 它是用100千瓦的燃料电池 在这边 那Tesla呢 是大概用6000到7000颗 这样子 所以说它能够跑的速度 非常快加速 从0到100公里 就是0到60mph的时候呢 大概是4点几秒 现在大概新的Model X 大概是3.8秒 那它讲究的是 Performance 所以它Topspeed呢 最高速度是130mph 这样子 本身来讲 那它这个地方呢 它是用氢气 如果它现在第一代 大概是35mph的储存 那氢气的压力这样子 那未来的话 第二代的话 它是用700个大气压 就70mph的 这氢气储存压力 这样子的话呢 它加满一次氢气 大概一两分钟呢 它就可以跑到800公里 就非常的长 在这边 那目前来讲呢 它的呢 大概是相当于300多公里 在这个地方 它大概用 这边呢 大概用到85度电的锂电池 锂电池的电力这样子 这两个呢 目前都有量产的这个能力 但是呢 那燃料电池来讲 量产能力还是非常的弱 大概每一季就几百量 因为它现在加轻占并不普遍 但Tesla这边的话呢 已经到几万量 在这个地方 它的进展比较快一点 那这边有其他的概念车 如果有兴趣 因为限制于它的自权呢 我不能在这网页上 但是在这边呢 各位可以直接看这个地方的 输入这个类似的 Concept Vehicle这些呢 有很多有趣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 有几种各种不同的 这Personal 在Urban Transportation 在都市里面 它有点像三轮车 那也有的是可以叠堆的 就是为了解决都市呢 摩托车 它本身会受到日赛雨林 那它这边有加了盖 有各种不同的设计想法 那也是希望说 双人座的 那能够小型 这样比较能够适合 都市的这种生活形态 停车比较没有问题 这些概念车 这边有兴趣的话 有兴趣的话 这边可以看一下 这些概念车 那接下去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部分是 车辆需要克服的各种阻力 这个阻力呢 其实一个模拟的话 我们看一下一部车子 它这边需要克服 有哪几种力量会影响它 那在这边呢 大概有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所以这边呢 我们偷偷 它需要 那个引擎 或是电池 电动车所需要产生电力 就是要克服这些 它这些所谓的阻力 那阻力呢 我们就分别一个个 跟各位介绍 那一个是 Rolling Resistance 就是它本身呢 在走的时候 车轮跟地表之间的 这个Rolling Resistance 车轮跟地表之间的 一个摩擦力 还有呢 本身 风阻 它的车型 是不是流线型 这个风阻的那个阻力 还有它本身的车辆 是不是加速或减速 这个加减速的阻力 还有本身呢 它对Hill Climbing 就是这个上坡度 这个上坡 所需要的阻力 还有本身呢 Angual Momentum 这个它车轮旋转的 它的加速 这个这些 都要考虑进去 在这边滚动摩擦的话呢 实际上就看说 这个跟它质量 还有它 那个重力加速度 还有在这边呢 它这边摩擦系数 这摩擦系数就算 就看 是什么样的车轮 在什么地表上面 这些都 那摩擦系数 都会不一样 那空气阻力的话 就看这个车速 还有它车型 所以实际上 都会变化 那通常来讲 有零有角的 那这边 也会产生 涡流的这些呢 都会造成 比较大的阻力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阻力呢 我们可以跟它的速度 车速有关系 跟这个截面积 就是最大 这个面积 这个截面积 还有空气的密度 这个地方 那主要是这个地方 这个是参数 这是风阻系数 Drag coefficient 那这个呢 其实要看 这车型来定 那不能 这边假设是一个 圆球的状况 如果是一个圆球 在空气中走的话 这跟它Reno number Reno数 大概有这样子的关系 这样子 这风阻系数 那这个 这个Reno数呢 等于是空气的密度 这样的速度 还有它特殊的这个 特别的轴场 位置 地流 和它的那个空气的粘度 在这边 那这个X呢 可能是 本身车时特殊长度 或是它截面积的长度 这要看它的定义 在X在这个地方 那不同的车型 那这个其实可以看 是说 在不同的车速下面 那它不同车型 它的阻力 一种车型 它阻力系数 就可能会不一样 要带进去 那还有就爬坡 那爬坡的话 它这个地方呢 真正那个 D系列对它来讲 是这个重力 但这个重力来讲的话 它这个阻力呢 有一部分 是要 是要克服 就是这爬坡的这个阻力 那这爬坡阻力呢 等于是 它的重力加速度 等于是Mg 乘上这个Sine Theta 这一部分 那这个就是它的坡度 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还另外就加速 这个加速的话呢 其实要看说 欧洲各个国家呢 它有 对新车的出厂的时候呢 它有不同的一些profile 来验证这个车子 那这是其中一部分 一个标准的这个profile 就是说 加速 减速 那停止 然后加速 长速 点数这样 那这边是模拟都市里面的 然后这边是模拟在乡村 或是高速公路上 它的车速的变化 那有几种不同的profile呢 这车子必须要通过这些 来看它的耗油量 它的性能 通常有些标准的测试标准 那这些呢 就是要克服这些加减速呢 所预外的这些阻力 这个就是它的加速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vehicle的mass 它的车体本身的质量 那还有那个轮轴的角加速度 这个轮轴角加速度呢 等于是说 从这个引擎这边传动到这个轮轴这边 总共的 所谓的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呢 等于是 本身呢 它的talk 有这个力矩 这力矩产生的 那把它带过来 带到这边 实际上用皮带来解释 可是实际上这个等于是经过 那个变速箱 那里面的各种不同变速呢 它的ratio大概是多少 那个齿轮的比例 这边带进去 那到它真正那个 那个轮轴的那个转速 在这个地方 它的整个它的阻力是多少 那是跟tie的radius 这些都有关系 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说这个油 这边大概用这个公式 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那个 马达的这个talk呢 等于是这个 它要克服这个地方的 那个 这个阻力 那这个呢 还跟它gear ratio 还有这个tie的ratio 它的半径有关系 这样子 那这边的那个tractive的 那个力量呢 这个 这个它的转轴的加速度呢 又跟这个gear ratio 这边可以从这边来计算出来 那这边的话 就跟这个本身 马达这边的那个 产生力矩呢 有关系 那这边的角动速度 也可以从这边来计算 这个是它的 那个 马达的 在这边的 Angule Momentum在这个地方的 那这是它加速 那这点它速度 除上这r 还有gear ratio 这样子 那这个速度 对时间为分一次 所以变成加速度 那这个就变成 它的 角加速度 所以从这边呢 这个 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这边的 它 这边的那个 直接可以带进去计算 这样它的那个 Motor的Talk 大概需要多少 那这是它的灌量 这Motor的Rotator 它的灌量 直接带进去计算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 它这个地方 这个Talk 这边呢 直接点是 这个 Motor的Token 直接带到这里面去 那这个 它是它的 那gear system 就是传动 齿轮的它的效率 在这边 可能是80% 那0.8这样带进去 那可以计算出这个 它本身呢 这个需要的 那个 那个 脚架速度 大概是多少 反过来就是 这边所需要的动力呢 等于是这个力量 那乘上它的那个 那个 对它微分以后 那乘上它的速度 在这个地方 就它真正所需要的动力 大概是多少 就可以直接由这个 实质 把它计算出来 那这个的话 需要动力 就刚好全部都需要 你那个电池出力 所以你这边 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看那个 在不同的 Driving Cycle 不同的情况下 那电池出力 就跟着变化 你就要看说 这个最大 需要多大的电池 就可以从这里 计算出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重点 跟各位介绍了 一个电动车 有它的种类 还有各种概念车 但是因为自权的关系 没办法在这边修 只能请各位 大家就到 YouTube上面去看 那还有呢 那个车辆 去科普的各种主力 在这边有 有这几种 希望大家知道一下